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诚意真的是用生命在拍戏 他为英雄制付诸太多了 在23年1月9号开机的时候 我们诚意哥哥是这样的蹦蹦跳跳的给我们介绍剧组 那时的诚意真的很好 在1月10号有场打板子的戏 也是真的 现场听得到啪啪响声 拍完后看到工作人员给他擦眼泪 牙医演员和他道歉时 他还安慰人家 跟他说拍戏嘛没事没事 在2月24日晚上 在剧组烤火被电暖炉烫到脚后跟 烫伤后还紧急就医了 不知道是在剧组太累了睡住了 还是看剧本太专注了 烫到脚后跟都没发现 每天都是高强度打戏拍摄 导致腰伤复发可是为了不耽误剧组进度硬撑很久 已经快一个月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他说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而耽误整个剧组的进度 在4月24号 成一腰伤复发 可是还是每天坚持拍戏 穿着铠甲骑马 还要吊威亚 什么都自己亲自来做 不用替身 腰伤还穿着40斤的铠甲上 城墙都是被人扶住上去的 可是他此时上厕所都需要滔滔架住去 腰疼的腿都抬不起来了 6月7号 成一终于坚持不住了 都是从剧组被抬住进的医院 被路人发现后工作室才发微博说 成一拍戏腰伤复发 如果不是有路人发现 工作室是不是打算一直瞒住我们 杀青前一个月 成一基本都是每天扶住腰伤下班的了 最后一天 被抬去了医院打了封闭 都想把剩下一天半的戏补完 但是是真的站不住了 真的好心疼成一 事实证明人间处处皆是单孤刀 成一那么敬业的拍戏 腰伤都不用替身 坚持自己亲自上场 可是有些人还是不放过他 还造谣成一滥用替身 大男主改剧本因为不喜欢衣服而重拍戏份 成一到底要多努力 多真诚才不会背黑啊 难道就因为他没后台吗 在6月16号 哈曼线下活动的时候 成一坐住轮椅出现了 他出现的那一刻 线上与线下的果果们真的都心疼坏了 他明明可以说身体不舒服 可以拒绝参加活动的 但是当他听到说好多果果们都不远千里来看他 他不想让他的果果们失望 哪怕此时的他可以说是有些狼狈的 但他还是出现了 那天晚上的他真的好温柔 我不敢想象他站不起来的那一刻 他的心里得有多彷徨好无助 可他一直假装他很好 不想让果果们担心 可是他腿累了后 哪怕抬腿他都需用手扶住 当时他应该很痛吧 这些小动作果果们都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成一真的是一个把果果们放在心坎里的人 这么好的人应该爱上了这一辈子都忘不掉了吧 在9月5号 在湖南30多度的温度下 成一穿着棉衣出现在了寺庙 后面和林晓直播的时候 林晓问到成一为什么在那么高的温度下穿棉衣 成一也没有说原因 我猜原因应该是腰伤刚刚好一点 不能提重物 就算是在大夏天也不能吹风 不能受凉吧 成一真的为英雄制付出了太多 别人能付出100%的努力拍戏 成一就能付出200%的努力 他总是说他很好 他觉得拍戏是他的职业 他为角色付出多少的努力 观众都能看得到 他拍起戏来 为了呈现最佳的效果 真的是不要命了 所以每次果果们给他写信 跟他说的最多的就是 要注意身体健康 要平平安安 他拍戏果果们真的特别担心 这药商才好没多久 又进了狐妖王全篇剧组 又是打戏特别多的那种 我看住路透 虽说打戏真的特别帅 特别好看 但是真的好担心成一的腰 希望他在王全篇剧组 能够平平安安的拍到杀青 果果们 答应我 等英雄制播出的时候 我们一起给成一最好的排面 一起伸开双手迎接 第五代果果们 让成一的付出都能得到回报 好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